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5月13 5月14 在昨天节目中说 我说其实他川普的行为一个是在5月13号 他在推文 他发了个推文说 愿意给中兴找条出路 我们昨天节目中讲了很多了 而他的给中兴找出路是基于跟习近平之间 个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在不同媒体的报道中 这也是习近平提出来的要求 那同时间呢 当提出这种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中兴本身呢 已经很现实的完全掌控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在我以为川普的做法很特别 就在5月13号这天 他承认接受习近平个人 习近平接受不接受他 那么不知道 那与此同时呢 他把他把这个大使馆签到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签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意义太大 他的背景含义太大 我几期节目都讲了 耶路撒冷在现今的社会国家问题上 他是一个国际冲突 战争冲突的热点 他的战争冲突来自于他的宗教 一个民族 当他的信仰贯穿在每一个人的内在生命中的时候 他的自我的约束对生命的珍惜和对自我的约束 那是国民的素质 那是生命的尊严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5月15号 新成立的中央外事委员会首度开会 王岐山列席并担任委员 那新的国家机构和第八常委的新职务 是否代表中国外交的转手围攻 很难说 在两会之后 3月20号之后 王岐山实际非常低调 跟他在此之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自身从新闻热点上没了 而他成为外事委员会 而在当时的维基百科中 他是外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外事委员会的主席是习近平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报道 他只是列席并担任委员 所以跟你开始说的状况是低的 这里头有问题 那与此同时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 一直说是王岐山要挑头 实际呢 没有 就是刘鹤顶着 那刘鹤顶着半天 已经明显看出来 刘鹤是不行的 说句难听话 不灵的 读书的好手 就这么回事 所以在我眼睛里这是很大的变量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主任的身份 主持外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而王岐山担任的是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而不是副主任 我没查维基百科是怎么介绍 维基百科在23号的时候 我做过一期节目 当时标的 他是副主任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员 李明江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外事单位的级别提高 显示高层主管 对外事工作的重视 不是 其实是习近平掌握不了外事 整个外交事务 他掌握完全是在原来的江泽民的体系中 包括后来他在变更中 都是打破了原来的做法 但是他现在是什么做法 说句实在话 是个很大的疑问 他现在是什么做法 他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疑问在哪 你可以看中兴 中兴可以达到这么辉煌的外表 可是对对美国而言 他是不堪一击的 那如果一个中兴就可以促成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他提出了九个条 九个条件中中兴占两条 那已经暴露了他今天真正经济实力的基础 他没有基础 全都是假的 全都是扶贫 对吧 那如果一个中兴就把他的 中国制造2025的所谓大数据 所有这些概念都在其中放在上面的话 你就知道中国社会的崩溃 是在外力的作用下 只要是小小的致命一击 整个都崩溃了 这没什么可讲 因为中兴代表的是中共政权里面的具体人 在做事情的态度上 在做事情的方法上和手段上 他的利益为先 做挣钱 而不是一个 在一个生命基础上 来保持正常的一个生命过程 所以这都是吹牛皮 没用的 一个中兴披露出 中共整个社会的崩溃 随时坍塌的 而且他的坍塌是相当惨烈的 相当惨烈 美国商务部没做任何事情 美国商务部只是惩罚中兴 对美国社会而言 欺骗的做法 然后拿出一个条款来 三个星期他就全完了 美国人什么都没做 只发了个条例 他就死了 还打仗呢 很多人都连这种意识都意识不到 还在这吹牛皮呢 吹这牛皮没用的 他如果这么讲吧 对中兴而言 美国人关了一个闸门 如果类似的闸门 给他关上九个 中国就蹦了 那中国就蹦了 有关王岐山的新职务 国家副主席没实权 新华社报道 突出了王岐山 是外事委员会委员 强调他在外交决策中的特殊的分量 他与习近平个人的关系 表示了他的具体条件 但我个人的说法 就是说 从一开始被披露出来的副主任 到现在的委员 和他从3月20号之后 到现在很低调 实在的东西他没有 已经显出很大的问题了 美国之音 卢比奥 美国的参议员 中兴通讯不应该是谈判的筹码 卢比奥在参议院的会上发言说 川普总统不要与中共政权达成任何协助中兴通讯 恢复运营的协议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总统收到的建议就太糟糕了 非常糟糕 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将造成严重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场面 因为当初中兴被处罚 是因为背信弃义 他出卖手机等相关通讯内容 通信资料出卖给伊朗和朝鲜 那伊朗呢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呢 川普已经退出了伊朗的核协议 就而且同时间对伊朗进行全面经济制裁 所以中兴是违背这个协议 而带来了七年的处罚 在后来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 他的相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 那发出了相应的通知 要求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 美国政府 凡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 都必须停止使用华为跟中兴的产品 原因就是他们与中共政权相关 所以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制裁中兴的背信 中兴的欺骗行为 后来美国政府增加了相应更多的限制 就把中兴跟华为的他的企业的本质 和他生命的本质给揭露出来 那川普再反过来 说再把中兴给他救活了 对吧 因为两天前 中兴宣布自己的产品 整个生产的概念全都完蛋了 停止了 即使他被救活了 他的前提同样是 美国政府和政界相关的约束条例 都一直在运作中 也就是说 无论中兴后面怎么样 那与美国安全相关的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企业和个人 都已经不得使用中兴产品 而今天中共政权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强烈的提出有关中兴产品问题 此地无因三百两 他承认了美国对中兴的打击是致命的 同时承认了自己在整个中国的经济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完全是山寨的 他的经济 他的政权 他的社会 全是山寨的 他全都是不堪一提 因为他的模式是在那种生命模式下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今天 无论习近平以中共政权的态度 他表现出多大的强悍 你只要拿一小钩子 你钩对了门 一钩 他就全塌了 他自己就塌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他自己就塌了 这就是今天中共政权 所以2018年有的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